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代替这个广难的网友请教您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几本书法秘籍讲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您能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好的 我们现在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蔡庸留下的这几本书论 我们试着谈 有些看法不一定准 大家呢 我们最终探讨吧 好吧 蔡庸留下来了四本论著 我们说是四本 实际上文字少得很 并没有多少这个文字 都加起来也超过五六百字 很少 我们先跟大家说呢 他在这个四本当中第一本叫做 第一本叫做笔赋 笔赋 笔赋 第二本呢 叫做赚事 就行事的事 第三本叫笔论 第四本呢叫九识 九识 文字整体说都是不多 笔幅呢是一般在唐宋的一些个文章当中被引诱 后来大家集中起来的叫笔幅 转式呢主要是讲的转书的一些个意境啊和一些用笔方法 笔论和九识现在流传的比较多 就是接受面也比较宽 很多朋友们都注意了这两个方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更多的是谈楷书 谈法则 笔论呢还是在宏观上的论述 九识呢就是直接论述具体笔法 我们现在呢就把笔论和九识 这两本的这个向大家做个介绍啊 先谈一谈一谈笔论 我们在讲笔论之前呢 还是要提到胡适先生对于胡适先生对于冤一山那首诗 我们再重新点这个题再谈谈这个这首诗的胡适先生是怎么修改的 他就是把这个鸳鸯 鸳鸯秀了平均看 然后下面这一句他凯称了 且把金针度于人 他说你不仅要秀着鸳鸯给别人看 而且把你秀鸳鸯那个金针 一定也要送给这个人们看 让人们得到金针 这就是无私的一种奉献精神 胡适先生这句改的非常之好 而且过去他专门的写了一篇文章 论述就叫做且把金针度于人 我们姑且也把这句话当做我们的题目 分成一级二级三级来讲 好的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蔡庸的这支金针 笔论 为了接受大家时间 我们现场在写字太多 就提前把它写下来 大家一起从看一看 这里边更多的是新书字 也参加了一些个草字 可能有的朋友说 这些字有的看不清楚 但是我说还是你耐心的去看 渐渐久了 你就会认识很多草字 也会对于这些个书法的一种写法有所掌握 因此呢 我们就姑且用岸上的书写代替了版书 好的 现在开始我们讲解笔论 他说呀 书者 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 认清自信 然后书之 若脱于世 若中山兔豪 不能家也 我们现在就把笔论上 这些个话语 向大家做个简单的解释 他说书者散也 他说 搞书法的人 应该使自己啊 要放松下来 散 他后面解释说 欲书先散怀抱 就是你啊 不要让自己啊 思虑太多 要解除 解散这些怀抱 让自己安静下来 或者说叫做入境 然后 认清自信 这个认清自信就是说 随着你的心情 随着你的意愿 认清自信的去书写 不要想的太多 我们现在很多人写字的时候 经常就是说 想到 我这笔像不像欧阳荀呢 那笔像不像汪西枝呢 这笔像不像 这个哪一个草圣 哪一个这个这个书圣 想这么多的时候 就写不好 要按照你自己的心思去 发挥下去 当然这个前提 是你在灵贴有基础的前提之下 你在灵贴的时候 你不能说认清自信 灵贴的时候 就要忠于冤贴 要想办法再现冤贴的精神和面貌 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是应该忘我的 不要有自己的 这个审美去参加进去 当把这些东西削到手之后 渐渐的消化的时候 再把自己的想法 参入进去 同时 我们真到了 完成一篇书法作品 或者 这是写起字来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想了 像谁不像谁 因此叫认清自信 然后殊之 那么 若破于世 如果你有很多的事情 或者有很多的私心杂念 在干扰着你 他说 虽中山兔豪 不能家也 中山兔豪 就是过去说 智比的人 经常把这个中山的 这个兔豪取来 中山的兔子 是 肉有肥 猫有肠 而且非常的细腻 所以中山兔豪 就是我们所说的 子豪 子豪比 也就是 自从这个 这个 秦朝的蒙田 蒙田造比 就是用的 这中山兔豪 一直延续到唐代 欧阳荀 楚崔良 于世南 到后来的柳公权 这些人 都用这种兔豪比 已知到了 欧阳荀的儿子 欧阳通 他用的比 是尖豪 尖豪就是说 里边是兔豪 外边是狸豪 狸豪就是狸子 狸猫 那个狸 用狸豪 这二者相掺 这个就不再叫 中山兔豪 那么就说 最好的笔 是中山兔豪 如果你迫于世 你心里有挂爱 你心里有很多事情 不能够 散了 这个散除怀抱 所以你有多好的笔 你也不能写好 这是前面这段话 后面他接着说 他说欲书 先莫作净思 随意所事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在写字之前 你先莫作净思 沉静下来 把脑子想到写字上来 说到这儿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现在人们都经常用墨汁写字 我本人这样 有时候为了省事 就是用墨汁 什么一格格墨汁 什么现在红星墨叶 等等 说话所用的这些墨汁 拿这个来 又简单省事 写出来也不难看 那么就用墨汁来代替了 墨汁当然有它现实的一个方便作用 但真正要讲究的时候 还是要延墨 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般的心理 就是要好一点了 那个墨 延的墨 好墨 又香 出来这个墨色又好 所以延墨 实际上古人那里 延墨的过程 就是这场说的 墨做敬思的一个过程 在延墨当中 要使自己安静下来 聚精会神的想到了 我要写字了 这是个准备事件 因此墨墨的事件 也是一个必要的事件 好 我们接着往下说 这是随意所事 这个墨做敬思以后 按照自己的心意 按照适合自己的 发挥书法特长的一些个方便 方便来进行书写 接着他说 言不出口 这时候就说 心里有话也不要说出来 言不出口 或者简单就说 写字是不要说话的 那么大家会说 你在所谓讲座当中 就不断的一边说了一边写着 我们这是个节目 真正我在完成 书法作品的时候 我也不能说话 这是没有办法 我们在这里 有时候边说边写 也不要好 只是把这个 宣纸和笔墨当作版书来完成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问题 和这个采用的笔论混了一谈 言不出口 气不应息 气息一定要喘云 写字的时候 很多人比如说写树笔 一个树画 一个横画 一个大的笔画 就得屏住了呼吸 不敢喘气 这是非常糟糕的 一定要让它身长细匀 呼吸要平稳 如果你写一笔说 就憋着气 怕这个手颤抖 这是不行的 气息越匀 笔就越稳 因此在这里说 言不出口 气不应息 沉迷神采 个人的 有些个举动 要静下来 不要在这时候 慌手马脚的 沉迷 要沉静 要细意 不要使自己身材外露 不要张扬 然后说 如对至尊 千辈书家说过这样的话 说知笔意如处子 知笔意如处子什么 就拿起毛笔之后 像一个未婚的姑娘 那样安静 这就说 知笔意如处子 在这儿 他又 强得更厉害了 他说如对至尊 至尊是谁 至尊就是皇帝 在皇帝面前 你敢造次吗 你一定是要特别规矩的 那么我们面对着笔墨 要像见到皇帝那样尊重他 心存敬畏之心 你才能写好字 如果你对笔墨本身不尊重 现在有人就是玩字 拿起笔墨 劈得啪啪 跟练武术一样 在那折腾 这种写法 肯定是 很不雅观 有人会说了 那个当初张颠 就是张旭 他们写字是脑袋占墨 用头发来写字 那不也是在出阳相吗 写得不也很好吗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张旭写的字 都是用笔写过来的 没有弄脑袋写过来的 所以那种杂耍杂技的东西 是张旭喝了酒之后 疯疯癫癫在那个出阳相 我们现在面对着书法 要存有敬畏之心 要按照蔡庸笔论上所说的 虽然是未必要如对至尊 像见到皇帝那么样的谨慎 用不着那样 但是一定要尊重笔墨 尊重我们先民留下来的文字 要对这些村有敬畏之心 那么只有这样才能把字写好 所以笔论最后说 他说 沉迷身材如对至尊 则无不善意 这写字出来 那都是好的 这是第二段话 那么最后一段 他说 为书之体虚入其形 他说 你写字的时候 每一个字写出来 都好像跟世间万物 有一种联系 和大自然 有一种交流 而在星体上 或者像这个 或者像那个 虽然不是有意而为之 它自然的天成 自然的妙和 看得下来怎么说的 他说 微书之体 虚入其形 他说 你写字出现的那种体式 要个自然的那种 这个生物 各个方面的东西 都好像有近似之处 比如说 他说 若做若行 有时候写出自然之后 像端做 有时候像行走 过去说 君子人在哪里端坐 坐如中 站如松 走如风 这也是形容一个人品的高雅和低俗 下面呢 蔡庸继续在讲 他说 若飞若动 前面说了 若坐若行 是指的端坐和行走 然后边又说呢 若飞动 实际上是在 奔走 奔走就是 是跑的一个意思 在古代说走 就是跑 说这个 实际我们现在走的意思呢 是说是行 所以行走呢 在过去来说 行就是现在的走 而 这个古代的走 是说的是跑 这里若飞动 就是说 他实际上是进入一个草述阶段的这种飞动 然后他又说 若往若来 指的是笔法 有来有去 笔法呢 是上下左右 中横交错 所以若往若来 若握若起 若握若起 指的是毛笔使用的时候 有提有盾 有时候就提起来 有时候就按下去 若握若起 若愁若喜 有的字 看见之后 好像非常欢快 给人感觉一种非常的 这个精妙 有的字 就是这个字迹出来之后呢 就感到很沉重 因此说 若愁若喜 都是在形容一种气势 形容一种姿态 形容一种表情 后面继续说呢 若重拾木叶 重拾木叶 后来被 被很多的书法家在使用 实际上就讲 一点一点的蚕食 那么蚕食的过程呢 就是星笔很慢 速度当中 感到有一种阻力 所谓的色笔 运行过程当中 然后说 又如 利剑长隔 这个利剑长隔 就指的是 有时候就是 砍 消 所以我们说 欧阳勋写字嘛 就如利剑切割 就是那种痛快淋漓 斩钉截铁的意思 然后又说 若枪弓硬矢 这一般的说 这个 弓与矢 就指的那个 奴法 奴法 奴力的奴 和弓箭弃弩的 那个奴字 在古文当中相通 是通甲字 所以 指的就是呢 在树笔当中 非常有力 坚挺 若水火 若云雾 这些都是夸张 形容语 不得去牵强附会 一定要写出云雾之状 写出水火之状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种比喻 就说 写出字了之后 有的时候 就非常的流畅 像水一样 有的时候像火一样 写出非常的炙热 感到写出字了之后 很有热情 那么 如云雾一般的话 也就是 这个 这个云雾飘渺之 太 写出着 非常的飘逸 若日月 综横 有可向着 方得未知书 孙国廷书谱当中 就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 献献乎 如初月之初天涯 落落乎 由众星之列 和汉 是形容的章法 也是形容的一些点化 献献乎 有些献细的笔画 就像初月 就像初月 挂在天边一样 如初月之初天涯 落落乎 那种感到 潇潇散散 灵 这个落落 这个这个 错落有致 又好像是 这个满天的星斗一样 然后他说 综横有可向着 就是 不管怎么去审视它 横向 竖向的去看 都觉得这些点化 或者这些字星 都能联想到 从形象上感到 他有和某种事物 某种形体 有相似之处 但这不可机械的去理解 综横有象者 就是有象征性的东西 可以参照 可以互相比喻的时候 他说 写出这样的字来 方得位之数 方可以说 这是书法 但是我们所现在 所说的这个书字 一味的谈书法 和过去古人 所讲的书字 也有一点点区别 现在只要一提到书 就必须说是书法 实际上古代说书 还有一个写的本意 就是书写的本意 那么说 这样的字实在是写出来的 而不是做出来的 所以这二者怎么解释 都是通的 因此我们学习了 蔡庸的这个笔论 就从宏观上 能了解到 很多很多 传书 历书 草书 这些个字体当中的 一些个笔法 和结构上的 乃至章法上的要求 那么下一本呢 我们就要向大家介绍 蔡庸呢 关于九世当中 对具体笔法的要求 有哪些个高谈阔论 好 我们下一集再谈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七字 这个七 就是夫妻的七 妻子的七 我们先用楷书来演示一下 我们先用一步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七字 基本就是这一种写法 我们还是不要把它说绝对了 据我所常见到的 卑帖和我们今天的 这个规范字 而且这个字也没有简化 和繁体制分 基本上就是这样写 但是在结构上 在笔顺上都很讲究 我再说呢 就说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七字写好 首先应该把下面这个女字 练习好 在前边的每日一字当中 我们已经单列的把这个字拿出来 说过一次 就这个女字 那么七字呢 在上面加上了上端这一部分 难度就更大一些 我们下面呢 边演示 边向大家介绍这里一些技法问题 第一要注意的是笔顺问题 看笔顺 注意 写完这笔之后 就要写这个竖笔 然后写一横 这是上面这一段 接下来 往下面写 这长横 是竹笔 这是功夫 写出来之后 很平 而且有味道 两端稍粗 中间稍细 中间不可以过细 两端不可以太粗重 否则的出现风腰 风腰是一种笔病 比如说 比如说写中间这一横 如果你写出的是这样的 一样粗 是这样的 就死板 单写一字可以这样 如果写在一个字的中间 必须两边稍粗 中间稍细 这个横画是有位置要求的 那么写成这样的一个 很死板 很硬的这么一个横画 放在中间就不合适 但是如果两边太粗重 中间太细 就是风腰 这样就不行 很难看 写数别是一样 也不可以写成风腰 比如说两边稍粗 中间稍细 这是合适的 如果写出来是这样的 就不可以 中间太细 所以横竖之间 腰部太细 都叫风腰 有没有这样的笔顺呢 有人这样写 但是不讲究 就是继续写着一横 然后这笔下来 从这地方又转折 这么写 有这样写的 但是不讲究 讲究的 还是前面那种笔顺 当到新书阶段的时候 我后面写的这种 就实用上了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海书 再写一遍 大家看 注意 一通一笔是虚的 第二笔是实的 又是虚的 但这竖笔是实的 这个间距是相等的 要注意 这笔起的时候 不要直接堵死 溜开一点缝隙 基本上是在当中起笔 但是因为这笔 是有一个方笔 起笔坡度 所以显露出一个空白来 这个撇 一定要注意 撇掉到位 太虚幅不行 然后这笔从这开始起 轻的入笔 这样 所以写好这个七字 还和其他的组合字 都有一些个关联 比如说七良的七字 或者是这个西柱的西字 等等 这些个字 都跟他有关系 所以他也是组合的一个部分 因此把这个字介绍给大家 要注意把它写好 看看这个字的兴书写法 笔顺不同了 再看一遍 直接的竖笔下来 这一横不要太粗重 包括楷书 也不要太粗重 如果在这会儿 你把这一横画写得非常重 就显得很 拙奔 比如说写的这蛮好 如果你写成这样 这就糟糕了 有力量 不在于粗细 要把这些地方摘了干净 虽然有很多优思 却是摘了得很清楚 搞不清楚这字很乱 因为这笔画拥挤 基本上就是这种写法 这个楷书也好 兴书草书 对于这个七字 古碑天 没有更多的区别 基本上都是这一种写法 好的 再看一看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就非常的简便 轻盈 大家看 这就是七 再先慢一点 实际上就是平安的安字 上边多加了这么一个小横 这是跟安字很接近 另外跟需要的药字 也很接近 需要要是这样写 没有出头 出头就是七 所以这些字型很接近 因此写数 千万不要写乱 单写的女字看 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挑上来 转过来 这里需要时间 写这类的字 女字写不好 你休想把这个整字写好 而且写这个女字 不要把这个横画拐得太长 这个问题已经也说过多少次 就是这一笔 若拐这么长 这是如果的如字 草书就可以这样写 所以不仅长短分支去 就知道的支和来去的去字 从长短区别 如果的如和女字也是这样 短的是女 长的是如果的如 再看一下草书这个七字的写法 如果你觉得 我很愿意用这个干笔刀写过来 那么这就可以 就是干笔了吗 是吧 我想把它写得粗重一点 字型不要大 但我想写粗重一点 也没有关系 我想把它写得更清柔 秀了一点 也可以 所以 一旦把这个字型掌握住之后 又有基本功 那你就可以到了一个 为所欲为的 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但我们指的为所欲为 仍然是说 从心所欲 不余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